注意看王昭君配个朵莉亚装人有多恶心 孙策想跑 我们直接用肉身去挡 反应还挺快的 直到转弯 但是我们人太多了 看往哪拐 他都得搁浅 还想跑 大招减速 老夫子捆住他了 我们再用刷型的大招再给他减速 二斤的给他逗住 拼A 拼A 直接走 凯来了 不用慌 因为电子竞技 不需要示力 再见 再见再见 不用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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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杀他俩杀他俩 杀他俩杀他俩 打队别管我 对对对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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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活了 我活了 这把我们的王昭君非常的舒服 因为对面没有突脸的高爆发刺客 唯一能对我们造成威胁的就是这个砍 他开大招了 但是很可惜 没出暴击 砍我身上根本不疼 二技能往脚下方把他给冻住 刮目栏来了 赶紧闪 被他打一套我们是扛不住的 先不着急上 技能没有冷却 先观察局势 诶 正好到四级 放大招给张飞减速 这样更容易让我们的二技能动到 王昭君前期伤害并不高 所以动入张飞之后 要靠队友补伤害才能系上 但是如果碰上像木兰这种残血 诶 那就不用队友补伤害了 我们能收割还是要收割一下的 木兰的户断要到时间了 直接闪现一技能 这样我们就会浪费一个闪现了 老夫子绑住西施了 我们赶紧跟上 二技能不要着急放 懂对面两个人站一块再动 诶 一开始动两个 剩一个残血张飞 不要放大招 因为孙策来了 往自己脚底下放 孙策肯定是想跟我近战的 扛着我大招伤害 还想跟我一换一 那你可真是想对了 可恶的孙策 没想到居然这么刚 硬是要跟我一换一 但可惜他这次就没有那么走运了 被我们几个正义为偶 现在游戏到了中期 虽然我的王昭君有点发育不良 但是这个木兰 他没出魔女 在我的大招里面还是扛不住的 在他霸体结束的一瞬间 用一技能收掉 刚才那波收木兰人头 不能看出王昭君的险恶 注意看 就在这读人谁来动谁 这不逼孙策吗 直接动中 又刷了个大招 再给他来个大 此刻的孙策已经残了 就给打野来处理 而我们来负责搞这个张飞 张飞现在属实是有点肉 我都冻住了 我和朵莉亚和静 三个人合力 都没有把他杀掉 还是让他给跑了 想跑就跑吧 我们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搞他的 你看机会这不就来了 他被绑住了 赶紧接二级了 没想到反应还挺快的 放个大招 放在他走位 打了半天 站位了 往后走 不要被对面记身 打了半天 我一个人还没动脑呢 我就不信了 三个人在一块动不到 我动 没事团战还没有结束 我们还是有动人的机会的 给他们挂个减速 大师没有危险 赶紧去帮忙 看准时机 把凯动住 不是我就不信了 难不成我一次都动不到人吗 直接大招减速 这回总该动到了吧 算了不动了 我走 算了兄弟们 我释怀了 虽然我这个二级能的命中率 有点感人 但是呢 我对团队的贡献还是有的 如果没有我充当团战脚屎棍 队友打起团来还是很费劲的 你们看这个凯 他已经没有理智了 开着大招就试图一打五 但可惜还是被我也冻住了 就只能无能狂怒 因为凯在前面拖时间 导致他们的队友复活了 一个接一个的上 我这扔完技能往前一看 发现我成孤儿了 队友都死光了 打了一波三关二 但是不要着急 因为鼻孙子会过来送一个 现在是三关三了 哎呀兄弟们还是好人多 可恶 上次都是因为那个肉凯 拖时间了 导致我们没有一波 然后现在 这个肉凯又来找我的麻烦 但是抱歉 你太笨重了 直接动住 不是我说的队友 冰线没进塔 就先打这个凯 你们跟着干啥呢 凯没了 等冰线进塔 木兰上了 一定要往后多站点 防止他蓄力一闪 这木兰吓我一跳 原来是过来开玩笑的 还剩一个张飞和西石 他们两个人 根本就没有轻到 主宰先锋的能力 OK了兄弟们 看完了不放哪个关注 每晚七点直播 不见不散